在急診室修正時 救護員一早就叫我們幾分鐘 有個患者來 我們都準備好有間房間 準備收他進來 那些人已經一早就離開了 可能提早半個小時之前已經叫了一班人在這裏 所以那些人是不用跑過來的 即是基本上除非是超級突發的事件 如果不是其實緊急室都不是那麼衝鋒陷陣 因為我記得有時候反而訊息是說 我今天回到緊急室 我今天有空一點可以訊息 然後比我們更有空 看到通常那些人是自己捐自己的身體出來 即是我對上一次湯那個人 他是一個退休的消防員 他死之前自己親手寫一封信 說我是消防員 希望大家讀醫療的同學仔 好好利用我的身體 雖然我現在已經不在世上 但是我都可以令到 下一世代的醫療會有貢獻 看完真的有一點點感動 即是那些冒煙老師 是冒煙老師 其實我想問究竟本身那個人過了身 其實他的屍體是屬於政府還是怎樣的 即是他現在簽了指說我想捐我的身體出來 但是他的屍體是怎樣的呢 他是特別是簽給一個醫院 還是他是簽給政府的呢 你知不知道 我的認知就是 即不是政府的 即是某些機構 可能譬如說中介這樣 他們就負責做分司 即不是那些分司 去分配去不同的地方 第一次上這個課 或者第一次的經驗是什麼感覺的 即是人生第一次見到 即是要解剖死屍是怎樣的 即是你和以前的動物實驗肯定不同的了 我自己因為喜歡這件事 會覺得真的很興奮 我可以劏的 他很興奮 我可以劏人 很興奮 即是其實你是沒有選擇 說我其實這一個月 或者可能我做過這個部門 我覺得有興趣 你不可以選擇說我要保持住 留在這裏 即是只不過是看一下 究竟其他部門有哪個部門 是不夠人手 那你就要去幫忙了 其實可以的 如果我自願在COVID的部門 那裡留意 他會很樂意讓我留意 玩東西嗎 給我留意在同一部門COVID 那個可以 認真的 我也都被人要求過去留意 是在那裏 上年剛剛開始爆發的時候 3月 3月到5月 有兩個月我都留意在那裏 COVID的ICU 如果大家想繼續聽下去足版本 就記得要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我們小李飛刀的Instagram 還有YouTube Channel 波士短槓女 Missie Ellie 記得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影片 新一集Podcast 會在東岸時間 逢星期二早上9點鐘 在Anchor Spotify Apple Podcast 和YouTube準時上架 記得Follow我們啦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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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